今天要大家要來吃我 最常吃最常吃的 然後這麵糊蛋餅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它有加 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不一樣 嗨 回來台南吃火腸 我是崔 今天要大家要來吃我 我來到台南之後啊 就想說 因為我們北部的有沒有 看他在煮飯的時候 我們吃那種早餐天的現成蛋餅 於是乎讓我大學第一年來吃的時候 哇 從此愛上 因為完全就是不一樣的口感 而且啊 當時它才15塊吧 20 都忘記了 就可以吃得非常非常飽 因為畢竟我是小鳥味嘛 本來這間呢 沒有名字 然後招牌也非常的不明顯 就是位於在我們海澱路 快接近到 安南區海澱路的市區 當時我們大學就說 麥當勞附近這樣 因為那邊都是充滿很多草吃 我們就會從海江大道這樣子騎車到 麥當勞那邊就是市區的 偶爾就會來這邊吃 這個早餐 大家廢話不多說 帶來來吃吃看看這間 陪伴我大學四年的 便宜蛋餅吧 Let's go 好 最愛來買的 因為這間離我學校最近 所以他真的是 我可能每一週我都會來這邊吃一吃 就是沒有早八的時候 雖然我大學四年 上早八的時間有點 就吃了麵糊蛋餅 然後這麵糊蛋餅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他有加 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不一樣 然後我偶爾也會點煎餃 那今天那個大姐有請我們吃 吃給你看 這餃子也是他們自己包的 超級紮實 再吃一下這個蘿蔔糕 我今天都忘記交代要煎半熟蛋 以前都會記得 太久沒來吃了 我覺得蘿蔔糕沾那個什麼 蛋黃就是絕配 老闆已經忘記我了 因為我跟大學大概已經腫了七十公斤 長了兩倍了 你已經變一個人了 對啊 你老闆現在已經沒有 很記得我了 全新自我 我記得以前還有一個胖胖的阿姨 就是還有胖胖的阿姨對不對 撞撞不是胖胖 好撞撞對不對 大姐都久我忘記了 就是你胖胖 有沒有 我們以前都要叫她胖阿姨 大學的時候啊 那個阿姨都會 它就是那種刀子口豆腐心這樣 然後我們有時候都挑那種11點多來 老闆不在他就偷偷夾一些東西給我們吃 還是記憶裝的味道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說 欸我們有去吃那個蛋餅 然後後來成為部落客之後才會覺得 喔原來台南等都很喜歡說什麼 沒有名字就像那種無名蛋餅啊 無名早餐這樣 大學的時候都不懂 反正這間就是真的是記憶啊 阿難追的人應該都知道 很好吃 當然啦 它這邊的環境可能就會稍微陽春了一點 可是我覺得不需要要求的那麼嚴苛 我個人蠻愛人 好啦 那我們這邊把它吃一吃再做個總結吧 好啦 那我們把它吃完了 這間還是我記憶中那種味道 只是找了那個壯姐姐 壯大姐 老闆可以講說要比較壯一點 這邊啊有他的套餐 不過我們之前就會 點他的蛋餅啊 然後加大冰檬 好像不錯啦 大家可以來這邊試試看 就是陪伴我們大學士 然後記得如果要吃蘿蔔糕 請老闆幫你們煎卡卡卡 然後加飯 還有蛋不要熟 非常的不錯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套餐啊 然後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今天真的是 沒辦法再吃了 如果你們有喜歡吃麵的 這邊的炒麵也非常的好吃 你可以炒沙茶蘑菇 或是黑胡椒 加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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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經典大樓 大樓 不要拍到你 不要拍到你 最後囉 下面記得按讚 在今天的加分享 不要開啟小鈴鐺 那我每次都吃 我就幫你支持上面 下段下 拜拜